小邱 干嘛嘛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啊 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 好像你们越南的媒体对我们中国这边的报道不怎么友好 是不是小时候老师教育你们的时候误导了什么 我想听听你这个远嫁中国五年的越南媳妇的真实看法 有啊 那个时候我们还读一年级 放学的时候不是那个学校门口吗 有两边路 卖很多很多零食的 有辣条啊 有面包啊 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 也有中国的辣条这些 老师就会跟我们说 属于中国的这些辣条你们不能吃 因为新闻上面有说中国那条的都是用那个垃圾袋做 如果你们吃的话就会呕吐 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危险到生命 他说咱们越南那么多东西都能吃 避免这些东西也远远的不能吃 还有一些就是呃 以前有个新闻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这个新闻那个时候是半年半年的时间干嘛 你要摔了 站起来 有半年的时间这个新闻呢 就是说 呃 你们中国的做假米 卖到我们越南去 这个假米呢 跟我们经常这个米是不一样的 是 呃 煮起来 它就会有一大块一大块像那个胶纸一样 反正吃下去就呃 对人体的不好 不能吃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们有好长的时间都是不敢买中国的米吃了 那我怎么好像都没听说过呢 那这个是越南新闻 又不是中国新闻 你怎么知道啊 还有呃 我们种稻谷不是那个 啊 田里面不是有那个 胡寿螺哈 那个时候 新闻上也说是 中国这边的放到我们那边去 因为害怕我们那边的骨枝 稻谷 水稻的 比你们这边的生长的更好 所以呢 呃 中国这边呢 就拿钱请一些 呃 在边境的人 把它放到我们那里去 蠢蠢瞎说 我们这边可是粮食大国呢 你们去去的越南 我们怎么会怕粮食超过我们呢 不好的还是很多呢 还是中国人是特别特别不好 他们中国人呢 呃 怎么怎么的 对我们越南人是怎么样子的 以前 呃 说以后就算你长大了 你在哪个国家 呃 去留学都行 但是中国不要去 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很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吧 我在这边呃 那么多年 我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好啊 那来说说你这五年的感受 跟老师小时候教育你们一样吗 我觉得老师在误导我们吧 因为我在这边五年 我能体验到出门只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身上就不用拿现金 是不是 然后呢 你既然我没做过 我没做过高铁 但是我在那个电视上 我也看到 嗯 在中国这边呢 高铁是很快很快 但是我在我们越南 我没没见过 我还看到报道说我们这边自然不好 这样子啊 我没看到在我们那边说的 还有那个时候 就是疫情的情况 那个时候 还有那个时候 我看到一个越南的新闻 就是说 呃 中国这边的 管的 没有我们 我们那边的好 就是说防控 防控 防控没有 我们那边的好 然后他们就是来一个 中国的照片 还有我们那边的照片 做个对比 我还记得那个照片是有一颗那个竹子 挡住那一条路 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看 不过他们又没有发现 在这边的去哪里 都是要少个马 少个健康马 是不是 在我们那边只是随便都喷喷喷喷 那个药这样你就 行啊你可以走了 但你们这边的话 要是少个马 如果说你是绿马的就可以走 你是红马的就不行了 但在我们那边你喷个药 你会知道它有没有 在我个人的想法吧 不能随便评价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你还不知道 因为我在这边那么多年 我说出来都是心里话 我见好的我就说好 不好的我就说不好 我听说 因为我们老师的 反正教我们的 都是对中国的 没有友好 还有我们不是生活在河边吗 每一天都看到很多人 人家开那个船 在那里挖那泥丘 我们奇怪了 他们挖这些泥丘是用干什么的 要不能吃 要不能用做什么 那他们挖这些干什么吗 后来才听他们说 他们挖回去把它晒干 然后这栋会有中国人过来 把它收回去 新闻上是说 他们怕我们那边土好 有泥丘的土才好 所以他们就想全部把我们越南泥丘 收走了 这样子我们以后种什么就不行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教我们一些 就是说中国发展怎么样的 中国哪里哪里好的是不是 哪里都有好有坏啊 我觉得这些误导是不行的 老是这样子教 哪里有这样的教后代的呀 该好的就是好不好的就是不好 我觉得 我在这边五年的时间嘛 我觉得在这边生活了也很幸福啊 我见过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很好 也很开朗也很热情 我没有听说见到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 像他们那样子 没有 最后老公啊 我想跟你说 我在中国生活五年的时间 我体验过的也不少 然后呢 去过的地方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我很热爱中国这边的文化传统 还有美食 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 然后呢 你才知道他好不好 然后你再评价 而不是说站在那里听 别人讲就行 你说对不对 是的 你这样子想就安心了 我怕你像我看到的一样 他们说我们这边怎么不好 所以你就有那个想法 那个只有这个有问题 才会去听这样子 你不可能说 别人讲什么你都听 那现在别人说你媳妇不好 你听吗 你肯定不会听啊 你跟我生活那么多年 你怎么说不好 是不是 就好比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事情 这个吧 是我自己以前有老师教过 然后呢 我也自己体验得到 所以呢 我才会说得出来的 你确定还是挺美好的 好 我到这边 那我在这边 如果我生活的不幸福 我生活的不快乐 我现在还站在这里吗 是不是 我早都回去了 家里面没有米了 今天要来楼上 拿土枝下去 等一下 打米晚上谁有米车 老公把他放下来吗 下来啊 下来啊 你一个咬好骨子没有 咬好了 你看他今天 为什么一直要把他把自己走 哈哈哈哈 啊 有了孩子耐心是挺大的 老公 对了 咱们星期六跟舅舅去看那三款车 你觉得 喜欢哪一款 你有没有考虑好 要买哪一个我都好喜欢呢 啊 哪个都喜欢 但是我在 思来想去不知道要不要买 你看你8月份就要回去了 越来嘛 但是回去和买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关系大了 虽然你回去花不了多少钱 跟我买车也没关系 但是哦 嗯 你看你在中国这边 第5个年头了 回去最起码也要带丈母娘 还有老丈人到处去玩玩 走走吃吃喝喝啊 买点东西啊 哎呀 他们老人还买什么 还还玩什么吗 不能这样说 你要这边 我作为中国女婿 第一 不能丢了我们这边的人 你回去要好好的 带他们开心开心 一两个月 然后你回来 啊 我们今年 去越南陪丈母娘 还有老丈人 他们过一个新年 知道吧 嗯 但是我还觉得 很喜欢先买车 买车 你看好 啊 我们现在是大人啊 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往以后的路看 不是要现在啊 买车了 我开心 我有车了 怎么样怎么样 没必要 你看我买好车来家里 放几个月 开几个月 就去越南了 然后去呢 也要待 可能半年这样子 然后车了 爸妈又没在家 他们又不会开 当然是 可能会坏哦 因为新车你一旦不开的话 一直放在那里的车 是最容易坏的 风风雨雨的哈 是啊 就算没有风没有雨 你停在那里不动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他都会不好吗 不过你自己 我看到你很喜欢很喜欢 你怎么不先追求自己喜欢呢 我是很喜欢啊 我可以 我也可以为了你先晚一年回去嘛 没事啊 怎么可以啊 你看哈 我爸妈还那么年轻 前年大于你去年回去 没有 去年又答应你今年回去 如果还不能过来的话 我还算怎么来呢 太差劲了 是不是 今年无论如何 反正你 该回去就回去 然后我这边该怎么做 我就准备做 好好的去 陪陪越南爸妈 这边你看我每年 过年都可以陪他们 做父母的 当女儿的远嫁 我懂这个心情 虽然我说不出来 听我的 大家也知道我老公 今年才23岁 跟他一样大了 现在有些还是在外面玩 不过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他都是为了我和宝宝考虑 现在都为了我们越南一家人 考虑 连他自己最喜欢的车 他都不买了 远嫁的这样子 我真的很不后悔 真的好幸福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老公 小邱把桃米水放在猪桶里面 等一下喂小猪 这是祖母你倒的 是的 刚才你打米太炒了 我没有跟你说 说什么 就是我没见过有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放弃 然后为了一个人考虑 你别说是谁啊 是我自己的 我都不会我先把我喜欢了再说 我把我喜欢买的我买了再说吧 那有点自私哦 做人不能太自私 而且我又不是为了谁 是为了我的爱人 我的老婆啊 是为了你考虑 并不是说 我也不是放弃啊 我是说暂时不买而已啊 又不是说以后 是不是 那你们又觉得自己心里有点过不去那种 失落肯定是有点的 因为 毕竟 对于一个男人来而言嘛 车就是面子的 但是我考虑的车又不贵 代步 所以现在我觉得没没那么重要的 只要老婆家开心 我都开心了 是不是 你觉得呢 我啊 我是觉得 从以前到现在吧 不管 说什么 到最后你还是说一句 我只要我媳妇开心的又好 那本来就是啊 那你自己不开心 你不考虑吗 我考虑什么 哦 有家庭了老婆开心我就开心 你看你们这边的天气 看到没有 现在都在下雨 没关系啊 好啊 天气凉爽啊 凉爽 这样子这些花花草草的才长得好啊 来昨天天干干的 前面也是太阳都大了 今天就下雨成这样子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你洗这个你要洗多少次 我洗了七八四 不用洗那么多洗两三次就够了 这么多水够了吗你觉得 看一下哈 这个要长得一个技巧的 够了 因为平时都是你煮饭又不是我煮 怎么知道要放多少啊 还好意思说 还好意思说 那人家的老公好吗 人家夸一下会怎么样吗 是我老婆嘴巴好会说 好会哄人 我这不是红 这是我老公 本来这是好的 我做饭你炒菜好不好 我想吃你炒的菜 可以老婆 就算不好吃我也很喜欢吃 老婆都说出口了我能不答应吗 是哦 我去煮饭了 作为一个女婿 我只想让我老丈年跟丈母娘 像我媳妇一样每天都开心 虽然买车这个事情是我 转了三四年的存款 才说要去买的 突然说放弃呢 小潘的心里难免有点失落 但不是说 今年不买明年就不买啊 因为我要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好 买车呢 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只想给我老婆安全感 给她远在异国他乡 不会有那种孤苦伶仃的感觉 所以没事 只要老婆开心 一切都值得 大家说对不对 你们觉得 小潘的心好不好啊 我觉得他每次都说 为了媳妇就好 有些哦 不懂他的心事 就以为他是 拍视频他是装出来的 其实不是哦 他品质都是这样子对我的 哦 嘴巴比较笨 不会讲什么大道理 人心好就行啊 一方面是我最欣欣想念的东西 一方面是感情家庭 所以就很纠结 很难过呢 那你选择什么嘛 肯定选择家庭啊 哎 那那就好啊 那你选择家庭 晚上马上有人给你做饭吃 好 去忙吧 去忙吧 好 不过我更想要你做给我吃 我自己做的不好吃 今天要奖励一下我 我都为你 这么深思熟虑的去考虑 你要好好的做饭 奖励一下我 你不要 快点去 你自己不会做吗 你都多大了 希望 再过两三年吧 我曾经的这个梦想嘛 自己有 靠自己的努力换了一辆 汽车大部车 小车 今天姐姐要去安睡 拿她的车做保养换机油 她叫我要不要去 然后我问你 想叫你跟我一起去嘛 那你可以回家去的呀 每次啊 她的意思是叫我们先去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车型去试一试店看嘛 哦也来这样子啊 先去了解了解嘛 所以我就来找你跟我一起去啦 可以呀 上车那个车的话 好多网友建议 就是 就是不入手了嘛 怎么了 没什么 哦 哦行 那我懂了 好那等 话不多说我都懂了 等一下那我们就去看看了哈 可以 那你 去到那里要多多少公里啊 差不多 100公里这样子 啊 坐车坐车 哈哈哈 她她开车去嘛 刚好 也跟她坐车一起去方便一点 哦也是 那那可以 那她等一下就来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她就好了 我不用换衣服了 啊 就这样你去了就行 很漂亮的 我们已经来到了安顺最大的汽车城 这里什么品牌的车都有 我们多看几家 小车就像刘姥姥进城 东张西看的 我们首先去看的就是领克的 小车啊 啊 哇 这个车已经拿去保养了 哇 你太看得起我们了 带我们来看 奔驰奥迪的店 这个是太贵了 这个 哈哈哈 我走走走 怎么感觉不 对劲啊 你看这些 真的好大好大 这个 这个有有多少个 就是多多少种车牌的 品牌 品牌 他说这里有多少家品牌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刚才我到处看到很多 三四十家 没有什么品牌都有 什么品牌都有 这么多年 第一次带他来安顺看车 也顺便带完 是啊 我一直在指银线那么久 你应该多多带我来 见一下市面 你看 中国那么大 那么多的地方好的 那么多的地方 就是说很牛的 你都没有带我去 那以后我经常带你去嘛 你看看 都怪你不带我来 现在我进一个车厂 我都找不出 找不了路出去啊 我们看第一款是叫长安车 我老公就在里面感受一下 还有 舅舅 舅就不要有经验 然后 小肥就叫他进去 帮我们感受一下 这颜色蛮好看的 你什么时候都是有点害羞哦 不用害羞啊 我家这边给我体验一下 啊也行 咱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后面车空间很大 这空间大概有个 1米5到1米6吧 这里有吗 有后面的空间 我1米7的 舅舅 在按的这个叫什么 我还是第一次见 所以呢 我啥也不懂 等一下我也要进去感受一下 我这1米5的个子 是我们两个 努力要这么多能量 人身电辆车要选好一点 假如要去买它 是 咱们可以看看吗 正在的国产车的配置都很高 这是国产国产车 长啊 哦 我想去看免客 支持国产我也很喜欢 怎么样小车 哦我觉得他的空间也很大 二十多一 这个是监控了吗 三六年影像 哦 我可以看到前面 可以看到后面 还有两边 对 前后左右都能看到 还有 车子底下东西都能看到 底下都能看到 对 车子底下都能看到 哈哈 是国产的那么牛吗 哈哈哈 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 所以我就 我买车是听从你的去见 那正常呢我是外国人 再带小车来看一下大众10号这一款 好看吗 那好看当然好看 你看一下这个尾门 这个尾门还挺好看的 他这个尾门 呦 鲜辈式的 对 作业话你看一下我给你发 咦 作业话他可以成品这个防导的 防导下来 我们你这样子 我来什么 你去一起 怎么样 我听不懂 我们买车的话是以小车为标准的 因为他平时比较晕车 所以他看上哪一款我们就选哪一款 药 这个 药 这个是什么 药字 4号药 药药药 而且外面有这么说的话 他也带一个那个 自带生浪的 自带生浪 对 我把这个车打给你 这个菜 哇 这个车子 他就自带生浪 这个车子可以开 可以关 而且是带一个什么 鱼控制动呢 我们就是说的语音 如果说我要到这种地方去吃 那么你不能去打字 只要是说用我们的神话 还有我们的费费话 他也 都能实践 对 贵州话都能实践 对 它是广东话 陕西话 他也能直接的 对对对 我们家这个车的话 他 我跟你说 你小孩做出的 我可以看一下 中华铁 先备式的 空间蛮大的 我们家宝宝看着转过来 转过去的也很喜欢 中控显示屏也很大 我们再来这里看看做个对比 这个品牌是领克的 进去看一下吧 我走了小宽了 酸一点没事啊 如果看到满意的 我们在好好的努力努力 坐在车里感受一下啊 空间 你这空间 怎么样 我觉得它有点小 那闻着呢 闻着 没有什么车位 车子不得意味 我们我们也得不得意 不想起来这样一会 还是 哦 我们这都不住 哈 空间有点小而已 空间有点小 小间是一会儿吗 坐坐 空间吧 看着有点那个 今天给我们跑吧 我们赶出车 主要在里面 可以怎么 这就觉得怎么样 这款车主打安全性比较高 主打安全 这就是看你们喜欢 主要是看你们喜欢喜欢 铁车 铁车子哈 坐坐椅很漂亮 从这里看 这次我家有 我们有 你的物体有个贴家有吗 和黄金牌 他都 学会 我不找到点 这款车 看一下怎么样啊 零克 零六 13万的裸克价 这个是 中小型 suv 今天我们鸟夫心 还有舅舅 陪着我们看了三个品牌 第一个 是长安的优利威 裸车价格是12万多 第二款是 大众旗下 4号药 也是12万多的裸车价 第三款就是 领克01 裸车价是17万多 第二款 小球就喜欢 第三款 我也喜欢 所以一直在考虑 不知道该买哪一款 毕竟买车也是陪着我们好久的 不是说买了就买 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大家觉得 这三款车 你们看上哪一款呢 觉得小潘 应该买了 买哪一款 看的也差不多了 刚才销售呢 也记得介绍的比较好 小球是被 大众4号药 那一家的销售 忽悠着一嫩一嫩的 找不到东西南北啊 一直叫我说这一款好 你说是不是 我看它的外观好霸气 外观不重要 我们要的是 内饰 还有发动机主件 配置 保养 这些用车成本 全部算下来 看一下哪个 合适我们再买 毕竟 挣钱嘛 不容易挣是吧 那今天也辛苦 这就陪我们来 我们也要回家了 走吧 大家好 我们是中越夫妻 20号给越南帅母娘寄的东西 现在已经到深圳了 从深圳发往越南的费用是多少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人家已经把数据发给我了 我发在小球手机上了 这样子好给大家看的清楚一点 等一下 我打开手机 怎么了 手机不好用啊 不是 网络不好 就是这个 这个是3月23号到 深圳的今天24号了 这个订单号 重量的是9.9公斤 上10公斤了吧 这边是18块钱每公斤 越南路运 发往北越 宣光市 宣光市 然后人民币的话是180块钱 大家觉得贵吧 10公斤的东西 从深圳发往越南北越 宣光 两千多公里 180块钱 我觉得不贵 还很便宜呢 还要四五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 我也是准备买护肤品 从越南发过来嘛 那个时候我是为我们越南老乡了 半斤 他拿我150元 然后我就不拿了 那时候我想想就算我脸烂了 我都不买 从越南发过来的话还是蛮贵的 但是你那个是不是给你们自己的老乡买 然后给叫它发 是 那比较贵了 从我们这边发过去越南的话 相对来说 没那么贵 但从那边发过来稍微要贵了一点 从这个省发到另外一个省10多公斤的东西 怎么说也得是七八十块钱 所以我感觉 很底下 这个价格 那中国的你好贵哦 怎么可能 这个 能从中国发到越南 还能是越南发过来啊 他们是跨境贸易嘛 就是专门发跨境的这些快递嘛 所以 他们很大的地方 越大它就越便宜 他们公司越大就越便宜 这个也是我跟他第一次合作 先试试他的 能力 还有 发的快递的速度 先看看怎么样嘛 以后好了 我们经常就找他发嘛 他回越南的话 肯定有点慢的 但是他价格我还是挺满意的 这样到时候我想 发什么回去给我妈妈 都可以 只要花那个 费用买东西 他的快递费要没要多少 今天刚好宝宝的叔叔放学了 回家等两天 你们要不要回家 要不要吃饭 回家买包去了 哈哈哈哈 走了 你家没包机 来 你看 在这里玩的都不想走了 赶快去买菜了 走 这又买包机了 带你去买小虾子吃 哈哈 好难喊 现在 我们家宝宝一来到这里 到处跑过来 跑过去的 哈哈 我这越南老婆还说买点青菜回家做酸菜哦 什么都会做 多买几个 这个太瘦了 这个 懒得做就多买一点回去做了够吃嘛 要不要一点点 到时候吃一次就吃完了 三个就够了 够了 就三个大海拿袋子 拿四个五个嘛 看一下嘛 拿袋子装 把一家人来买个菜要到天黑才回家 现在得七八点钟了还没有吃饭回家还要现做菜做饭呢 今天来的 这个街上来的太晚了 大爷在放后面了 哎呀 注意啊 别偷吃糖啊 回家再吃 老婆还要不要给宝宝买什么 不敢拿回去啊